歡迎收看今集的《鬼異檔案》 繼續有我梁家琦 和司徒發靖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今集我們繼續會去台灣 看一件在香港 很多人應該知道那個是誰 但沒聽過這個儀式 沒錯, 這次我們說中葵 中葵, 其實你看到很多畫像 都有它的樣子 但這次我們去看一個叫跳中葵 究竟是否中葵在這裡跳呢? 是怎樣呢? 自己拿著跳就行 對, 也要介紹一下 我們今集的幾位嘉賓 包括莫鎮賢 你好… 又有DJ超B 還有我們第一次上來節目的師傅Frankie 你好 剛才我們在未開始的時候在這裡聊天 就知道原來鎮賢的背景是… 對, 我很有興趣 其實我小時候 因為媽媽那邊, 公公做的工作 是跟有些人死了之後有關的工作 所以我們一些家族 譬如過年、喜慶、仇神、結婚 一圍起來, 其實就是講鬼 所以從小到大 這次就沒有找錯你了嗎? 沒有找錯 你是不是已經不害怕了? 你對著這些 以前小時候都會經常去探求 直到我2006年 幾年前我妹妹撞車死了之後 她死了之後, 她打回來我手提電話 找過我一次之後 我以後不說這些 很害怕她這樣說 好, 然後超B呢? 我自己在電台工作 因為廣播到, 也曾經遇過 一群同事一起遇到 所以… 一起遇到很… 對, 一起見證住 上賣到貴也不貴 就是這樣 還有, 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第一次上來節目的Frankie 你好, 我自己喜歡走泰國 到處找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拜泰國師傅, 就是這樣 教令女兒一點 是, 什麼東西? 江頭有, 鬼靈的也有 有些叫人緣法 學趕鬼的也有 這集多看了 每個人都這麼多說 這個也不行了 我們要快點看影片 然後多留一點時間給她說 也要問回師傅 這集我們經常說跳鐘葵 其實在香港有沒有這件事? 在香港就沒有 在台灣上來說 他們跳鐘葵是一個儀式 相傳鐘葵出去捉鬼的時間 他一定要帶著那幾隻小鬼 就是收回你的靈子 幫忙 幫忙 對, 幫忙去做 他先做一個動作 在那個地方準備要來 就通知了, 等等 所以你是非寒不寒 所以我在香港 應該沒有人看過這個儀式 沒錯 但我知道在台灣那邊 就是很流行的儀式 可以這麼說 台灣這方面 他們對宗教的懸學 還有他們的迷信性都是高的 他們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傳統來的儀式 他每做一件事的時間 他就像我們做大戲一樣 一定要才有一個步驟 我來了, 我要做什麼 才可以對神靈的尊重 他才正式可以做他自己的事 所以上來說 台灣人對於宗教的信仰上來說 他們是… 不要說他們太迷信 而是他們很尊敬, 很尊敬 聽到這個跳中葵的儀式 是非常大陣仗的 是… 究竟這個儀式是怎樣的呢 還有師傅要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中葵是要的 現在馬上去看看 真的有assil的獀號 是有好處和健身的 會不會做什麼呢 那一集有彰症的 是你為了在 solar station區做什麼事 這就是好處理的 你會做什麼意外 相信跳鐘葵不僅可以驅邪押殺 而且還有祈福轉運的功效 所以在一些特定的日子 都會舉行跳鐘葵的儀式 師傅, 鐘葵是河摩伏妖的大神 為何他身邊帶著六隻小鬼 但又不收掉 全節之中, 鐘葵在陰間 專門去捉那些鬼 但是陰間也一樣 好像有他的管制 他收了六隻小鬼 就幫他做其他事 等於在陰間上有些警察幫忙 去維持、去捉東西而已 鐘葵在神話傳說之中 是鐘楠的盡視 雖然才華出眾, 還有狀元 但是因為生得醜而被綁低嫌棄 他一路之下頭葬金家而亡 死後被天地封為伏摩大帝 而炎皇更派含冤 附屈兩位將軍做他的左右手 然後將守住呂河橋的小鬼 變為覆鼠, 做他的人路兵 而五鬼又叫五毒 分別是吳弓、蜘蛛、毒蛇、壁虎、下墓 而跳鐘葵有一個傳統的雜族 就是負責演出的師傅 畫了花臉之後, 還是不准再開聲說話 要直到整個儀式結束 下了妝, 霸完神之後 才可以跟人聊天 師傅, 我看到很多人都畫了麵袍 其實那些已經是中葵 還是中葵旁邊的小鬼呢 旁邊的小鬼 其實中葵有中葵的形式 小鬼剛才有蠻蠻的分別 所以他們畫大家都不相同 你看到它的顏色, 大家都有不同的標誌 剛才我們也看到 很奇怪的一件事 傳統一畫之後就不准說話 淒涼, 叫肚子餓, 又不能叫 只有一個字, 忍 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可以說話? 因為他們覺得中葵上身 一畫的時候, 中葵就會上身 小鬼就上身 中葵是捉鬼的, 小鬼是攪陣的 你一跟他說話, 就會搭天地線 可能對你有傷害或有問題 所以傳統一會就不跟他說話 就會犯到那個刺 其實就不是他不想說話 是不敢跟他說話 亦不讓他亂說話 怕他們很相信這件事 當一上身後, 就說在他的同身 在同身上麻煩了 免得外生知道有些東西 對, 沒錯 有沒有說什麼人才可以跳中葵? 那些全部一定要男生, 不可以女生 不是的, 我有看過地方 有些人是女的 未必一定是男的 但我們去的地方是男的 通常來說, 他有些叫肌童 就是說他有師傅選出來 有些小孩子通常做的時間 只選無幾乎七天 要他安安靜靜 所以你看他一做畫的時候 他就躺在這裡, 每個人都很乖地做 但做完之後, 他們就不出聲 所以剛才我們還沒看到中葵的真身 沒看到… 跳中葵的人還沒出現 通常中葵的人當然像我那樣大份的 最低的那個, 高大威猛那個 同時畫出來, 樣子上來… 因為傳統上來說, 以前說的故事 因為其實中葵很擅長 考功名的時間也得到最高的 但因為樣子醜怪, 滿臉鬍鬍鬍 皇帝和考官不喜歡他 就把他的位置扁下來 生氣, 生氣氣氣, 撞到頭上去 撞死了自己 當時應該是唐朝的時間 高中看見, 死了才看到 這個人這麼厲害 就封他, 封他給他 拿衣服去撞 就說上天同情這件事 於是讓他做這件事 救了惡, 讓他捉鬼吧 其實有故事, 傳說是這樣的 但有沒有好像說過 中葵是否一個… 另一個說法就是 中葵原來是一個武器 就是捉鬼的武器, 是嗎 他當然是武器 不是, 他一手就拿著 捉著, 他本身是一件武器 其實中葵的樣子 他有很多捉鬼的東西 另外最重要是有些小鬼 還有左右護法 所以常常說, 他有很多傳說 你一聽到以前說過的鬼故事 一去到就大聲一喊, 什麼都來 他就說什麼鬼都對 所以有些說, 拿著就吃進口裡 吞進肚子, 這些傳說 我們就當作聽故事 所以很多人在家裡 譬如他們懷疑自己家裡 有東西入侵 他們放一張照片就可以了 這麼暗? 對… 我聽聽 為什麼不放一張照片呢? 中葵的照片 還是只有中葵的照片呢? 有…中葵其實有照片 通常他拿的時候… 中葵除了竹之外, 他也有財神 是嗎? 中葵的時候 他拿著一把扇子, 他有蝙蝠 他又可以招財 在一個角度是這樣的 所以傳統上很奇怪 我們中國的神話故事太多了 神子上來說, 關義哥… 說得關義哥這樣 他也是驅邪或其他東西 但是他又是財神 又是文武財神, 又分開了 所以在中國傳統上 其實有很多很奇怪的傳說 但是中葵上來說 最主要是他的樣子夠兇惡 是不是也夠威武 你說他惡就行了, 說他威武就行了 所以常說, 放在這裡 譬如有些泛官妃或什麼 他怕小人害, 都一樣可以拿中葵做罪 在我家裡放中葵像 就什麼都好… 就是什麼都好 可以是這樣說的 有否放在什麼位置較好呢? 譬如家裡放中葵 放在近門口還是放在廳中間? 通常有兩個地方 有一個放在近門口, 向著門口 一個放在向著露台外 要是供奉的, 例如我們… 要放在神像的東西 說真的, 要供奉 要供奉 除非你當作是一個飾品 供奉現在有兩種 有些…現在幾千萬元一間樓 游到全部都是白書雪 你幫了香, 有些人不喜歡 其實現在來說, 年代變了 當年裝香是我們的傳統習慣 就是尊敬的 但也有很多是供水, 供水 好像供佛母, 很多是拜個水 沒錯, 供水, 有些人供些花 其實是另一種拜祭的方式 真是心意 其實有時候裝香上來說 我們做的行業 當然我們一定要裝一個尊重 但我們有時候有心香 所謂心香就是沒有香的辦法 這樣就有心香, 是不是嗎? 拜一拜就有心香 就是用心去外面 這樣可以嗎? 我就說一定可以 最重要是你沒有心圈 對 你早就下過見, 這樣就… 這樣就不是心圈, 是不是嗎? 很尊敬的 說來聽, 我沒有香, 是不是嗎? 你說神靈一裝少一炷香 也罵你, 那就不要拜了 對嗎? 那就不妥了 我有一個題外問題想問 剛才師父提到 很多人放了神像, 沒供奉 對 就像擺件一樣 我聽很多人說, 別亂擺 擺了, 有沒有東西坐在這裡 有否其他靈體會坐在那裡 要搞清楚一件事是這樣的 搞清楚一件事是 如果我們把神像放在一個地方 如果神像沒有經過開崗 沒有經過任何儀式 你當它是一件藝術品 或是當它是一件裝飾品 擺在那裡, 沒問題 但如果你開了崗 不如你手癢, 去買柚子 擺乾淨, 弄乾淨, 這樣就大事了 你又不理會任何儀式 就叫門口大開 其他靈可以走進去 我相信Fanky也是一樣 你們泰國的佛牌 很多時候都有這種情況 很多… 是嗎? 有些工廠做了, 因為食物 其實早前很多… 他們會賣給遊客 當作四面佛 但其實可能還沒開光 其實有些客人來到也會說 有些朋友, 甚至大了反而不太好 這些都是要小心一點 其實有很多禁忌 都要問師傅真正應該要怎樣做 剛才師傅也有說過 我們剛才看片段 旁邊的是小鬼 是 真正的鐘攜是未現身的 究竟他的造型是怎樣 還有有沒有說是哪些人 才能做鐘攜飾演那個人 很帥氣的 下一節回來再繼續問師傅 一般舉行跳鐘攜的日子 會在鐘攜浴道結束之後 再一節回來 剛才第一節我們就聽師傅說了很多 鐘攜的歷史 以前有些傳說是什麼 但其實跳鐘攜 為什麼會有這個儀式呢 跳鐘攜其實也有很多個傳說 一會兒看, 當然也看到了 我又說另一個傳說給你知道 其實他們也有所謂的說 跳鐘攜的意思是 當鐘攜要出去一個地方 可能要驅魔或要工作 師傅就會派出小鬼去探路 亦告訴他們, 你們聰明的就好走 是老闆來的 如果你們還在, 待會就抓你們 其實他們做的方式 有些事叫做先小孩君子 相傳說鐘攜是一個學者 舉人, 他也很擅長讀書 所以他喜歡一件事 就說我現在來了 就把那些小鬼派出外面 然後報征 就告訴他們 老闆來了, 待會你們都要避開 同時也有紀念的儀式 就是當時鐘攜, 壯癌死了的時間 皇帝很同情, 知道他這麼厲害 於是就給他道婆, 給他三個 然後壯癌 他這個跳鐘攜的意思是 跳給他們看到 我真是本事這麼厲害 不是說你們只給我這件事 所以裡面有很多傳說 這個傳說比較可教 所以他們紀念儀式的時間 他們先派一些小鬼去做 然後再給所有人看 然後鐘攜才會再出現 現在台灣人 在什麼情況下會去做這個儀式? 通常他們做一些驅邪 或者祈福, 他們就做了 尤其… 兩樣不同的事都做 因為他們認為是怎樣 先做了驅邪的事, 才做祈福的事 如果這個地方不做驅邪的… 不夠乾淨 不夠乾淨 不夠乾淨, 你說吧 對, 有很多佼佼鎮 可能他做過程中有些不好的 走過來的時間 令求福分的人出了問題 所以一定要清體 就像神功一樣, 有時候我們去壇做事 我們先煎煎一做一些虎 一定要在那個地方 不准有鬼怪在這裡 就是這個原因 難怪我聽過台南、高雄那些地方 他們連做生日或喜慶事 有些都會做跳鐘攜式 對… 我不明白, 為何這麼喜慶的事 其實最主要是先把那些不好的事 先清場 清場… 清場過來, 老闆到了 你們很快點, 待會就要抓你們 隨時都會有機會跳鐘攜式 其實也是, 其實有的… 雖然鐘攜式有一個日子 是他的日子 但很多時候在台灣人來說 他在有些喜慶的時間 或者有些另外的事, 他就會自做 在台灣有沒有說是通常… 例如你說有特定日子 因為那個日子是何時的? 他應該是年中的時間 好, 趕了這麼久 是時候要看看 究竟跳鐘攜式是怎樣 現在看看 在開始跳鐘攜之前 首先要零樂開道 之後大家出道廟前 都要望空三敗 祈求鐘攜神明降臨 保佑合景的平安 之後就會延放炮掌 由五鬼行仙 宗攜追蹤 做出各種不同的觸軌姿勢 這個步驟就叫做追悟軌 斬悟讀 作為巡遊的開始儀式 一般鬼行跳鐘攜的日子 會在中原浦道結束之後 因為怕經過一連串浦道的儀式 有些遊魂野鬼不肯回去地府 所以就會用跳鐘攜這個儀式 除了提醒他們 是時候回去地府之外 如果遇到一些不聽話的鬼魂 就會用阿菇的儀式 強行將不聽話的鬼魂壓回地府 除了中原節之外 因為中攜有自鬼驅邪的法力 所以很多情況 都會舉行跳鐘攜的儀式 例如有苗與新建 或修復重開的日子 戲班開台首演 預備開發的土地、身分 通常都會舉行跳鐘攜押殺 以保平安 甚至有人在結婚、做大仇、滿月 都會請一些師傅來跳鐘攜 另一種情況叫壓師 如果有人自殺的地方、車禍的現場 時常發生浸死人的海邊 又或是因為大型災難 而引致有嚴重人命的傷亡 為了避免有冤雲,敢替死鬼 更加會用跳鐘攜這種儀式來驅鬼 以免事故重複發生 對,覺得很正常是在一起 我會發生藏著 而且是在武功跳 然後呢 感覺很多人大將是以皮膚 沒有會兒在一起 因為每次捉妖的時間 捉鬼的時候 牠一定帶著牠們手下 一定要帶著牠們吃給小鬼吃 怕牠們聽話 但這些牠們去到的地方 又將牠們送給一些善信 如果善信吃了就運氣好了 那些邪靈就不會侵害牠 而且有招財、健康助牠們 就是這樣 所以每個餅牠們都會剩下 原來真的不能說話 我看整段影片跳中啤的儀式 沒有人說話 是 你們旁邊… 平時我們看其他儀式 你們都會在旁邊講解說話 剛才整段影片是沒有的 是, 所以牠肚餓又不能說 又不能喊, 也很可憐 其實為什麼連你們都不能說話 是否因為這個儀式… 因為我們說牠們不理睬我們 那說來幹什麼? 自己也自己說 我就想是否因為這個 殺氣很重的儀式 所以都不能… 其實我們去任何地方 我們去看很多東西 我們都尊重當地的文化習俗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你這樣做很怪的 很怪的 但是來說, 我們要尊重別人 牠們說不准, 我們就不准 怪怪的 如果牠們在做跳中啤的時候 例如你們 還有旁邊有些工作人員 需要有什麼加持 或者牠們會否危險 危險就是當牠有時候… 你知道, 驅魔的那些小鬼 有些是拿槍 不是那些, 鷹槍 有時候拿著刀 或者其他東西 牠沒有上來的時間 你近那裡當然是危險 因為牠上了洞 你不知道 所以我們都會離開地方 因為牠們在身上 最主要也有一些 我們都看到牠們有派病 派這些 其實牠是把吃的給別人 讓牠吃得健康 但是傳說 中啤的小鬼去 可能牠很久了 不能吃, 怕牠不聽話 所以弄一串 被牠攬住在牠身上 慢慢吃 慢慢吃 肚餓就這樣 給小鬼 不要讓牠不聽話 這樣 但是演變下來 現在不是, 小鬼就不准吃東西了 拿回來給養奸的人吃 吃了, 讓牠們身體好 所有不好的東西都會走開 就是這樣 分散福氣給大家 對, 沒錯 之前不是說過 其實跳中啤是像香港 或者我們中國的越南盛會嗎 是 但剛才好像在平地上跳 那是否不用搭台 有限了在什麼地方才可以跳 是否一定要晚上 早上跳不可以跳 搭台有時候看地方 如果地方有時候很大型 就會搭台 但是小型一點就不會 當然晚上不是噴火 你看不到 早上你看不到 其實這件事 就是說他們去拜神聖的時間 他們很多時候會選擇時間 那個時間 比如接近指示的時間 陰陽交替的時間 會容易射到神下來 神一定會來到 中啤, 早上不會出來捉鬼 睡覺休息 到晚上, 傳統就是這樣做 到晚上的時間 一來雲風, 人們時間有空 另外有時候燕會做的時間 他們會在晚上的時間 我們喝酒 通常會去晚上擺酒 所以他們早上做 例如太陽可以下山 他們就可以做了 剛才我們也有說 原來那些小鬼都要上童 其實跳中啤應該更加要上童 而且他們有沒有什麼要求 他們接下來任何一隻小鬼和中鬼 當他一畫畫面的時間 就是上了 他就已經來了 對, 已經來了 當他一畫完之後 一出去外面 一掃著帶子的時候 他已經在上童身 不需要經過另一個童身 故意去做一輪 或者在上, 不會 是嗎? 平時我們就要看見他會… 對, 你看見他 就是他們會做一輪 或者拍一拍, 就會上 其實當他一畫的時間 所以他就不准說話 當他一畫的時間 神靈已經開始來了 當他一畫完整個出來的時間 一穿上童身就已經來了 他已經自動到 是否有這個原因 所以他們要躺在這裡畫面? 對, 躺在… 方便容易一點 對… 因為他們畫是有技巧的 我留意過他的師傅 因為他是將它倒畫了 你看起來的臉, 他畫出來 但是他這樣畫的時候 他這樣睡, 他在面前畫不到 第一, 方便 第二, 他反過來這樣畫 由下巴… 由下巴開始… 像頭一樣畫出來 對, 他這樣畫出來 所以他們畫得很漂亮 很清晰, 很快 其實他們畫得很快 對 不像我們那些大器裝一樣 不同的… 不同的… 有些不同的 他們做畫的都是指定的人 這個負責的 就不會是別人負責 別說今天你畫得好嗎? 即是來來去去跳中葵 都是那些人去跳 不會是其他… 有些… 我今天給你跳先看, 我跳 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通常來講 他跳筒的, 也有個跳筒 即是那些肌筒 亦經過殷選 不是隨便阿豬、阿狗都拉他 不會的, 因為他也有他們的規定 那什麼才能做到那個中葵的人 那個… 第一, 他當然說得高望重 對 第二, 即是神靈指定他 神靈指定他 神靈指定, 他是一群徒弟 或是一群少人 他上文杯的時候 這個就是童身 他就施了 即是委派委任 對, 基童一向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神靈指定 或者今天我們三個坐在這裡 四個坐在這裡 無緣無故說明天是他做的 不是吧 你做神婆 被神靈上身做神婆 其實神靈很有趣 當他指定一樣的時候 你無法避避 就是這樣說 但我也見過很多是這樣的 一天就死亡 在死亡關頭 忽然醫生說他死了 他不死 一好了之後 他就有了神力 又可以說 連家裡的刺板什麼顏色 他都說了出來 很多人會害怕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也無法解釋 但有些人又不是病 無緣無故發霧霧到神力 說對了, 你明天要開始 跟我做這件事 他就越來不做 他們越來越多事 是要做到他做為止 我也試過 是嗎 那時候我去道… 我以前是道教 那一群弟子 是 他一開出那個叫機首 是… 他就選了我 是那個 他不做不行 我可以不行嗎 又有這些 又可以的 所以其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 做中奎的角色 但跳中奎這件事 都真的在台灣有很多 因為甚至乎在去年 有一個藝術文化中心 他就是要基建 即是他建立一座 對 都是特地找了一個台灣的歌劇團 去跳中奎 跳一場這樣的戲 就在那裡拘走 像師傅所說的 拘走一些不好的事 做了都功夫 就等那裡… 很蛇旺 對 是表演的 是一個表演 是一個表演 對 我想著他現在侵犯 但其實 剛才師傅也說過 其實跳中奎 或中奎有很多不同的傳說 我們剛才看了一種儀式 但原來還有第二種儀式 那是什麼? 下一節回來再看